好各位朋友,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Sonyα630對焦區域的一些操作方法跟一些簡介 所以我們先來進到Fn,我們來點對焦區域中,我們先選第一個寬 寬區域是說讓相機自動去判斷這張照片中所有的角色中,所有的物體,哪個東西會是我們的主角 所以說當我們辦案快門,你會發現相機比較傾向選擇照片中離我們比較近的主角 所以說他在整張照片中,整個畫面裡面,他都會去測量哪些東西離我們比較近一點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把這兩個前後距離稍微改變一下,並且辦案快門,不意外的他會去找離我們比較近的 那如果說今天我這邊再繼續再改變一下順序,前後順序 再辦案快門,你會發現寬區域是在針對所有的畫面中離我們最近的,並且進行對焦 對焦往後按下去,並且放大照片,你會發現它就是最清楚的 這個就是寬區域的對焦法 那寬區域對焦法的話下面會有個叫做對焦區域 對焦區域我們點進來,你會發現它會多了一個像是一個網子的東西 會成個九宮格的方式去捕捉一個畫面中的一些某些區域 那假如說為了要示範方便,我們把他們兩個稍微離得遠一點點 這時候你會發現這個網子會蓋在魯夫身上 辦案快門很容易就會拍到我們的主角 這時候如果我們改變這個區域呢,它就會拍到後面的美國隊長 那實際上這個對焦區域是說,我不要讓整張畫面都去計算東西的距離 而是去取得某些區域去測量,這個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還有一個更好用的是說,如果說今天我只用中心呢 你會發現中心就出現一個準心 這個準心對準誰,誰就會清楚 就不用去對某些區域或大範圍進行一個測量對焦 這個時候呢,我們只要習慣性的把一個東西放在準心上面 並且辦案快門放大來看,它就會是最清楚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改變相機的角度 比如說我們旋轉相機,把這準心對準任何一個東西 這樣就拍,就不用說一個大範圍或是全範圍去測量 這樣子對焦速度其實會比較快又比較簡單一點點 可是你會發現有些東西都在中間 彈性比較,那個構圖比較呆板一點點 不過沒有關係,那我們要把東西移回來 我們改來第四個對焦模式 第四個模式叫做彈性定點 彈性定點點進來後,你會發現中間出了一個準心 你的準心可以自由去改變它的位置 換句話說,這個準心你要對哪邊都沒有關係 對美國隊長,他就清楚了 那假如今天要對,對準魯夫 好,我把這個對焦框移動到別的地方 搬換門,它就會清楚了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方法 那接下來你會發現說,它是彈性定點 它旁邊有一個叫做彈性定點s 這個s你按左跟右會切換成m或l 實定它就是彈性定點對焦框大中小的差別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有l,你會發現這個框變得非常大 如果今天我改成m,這個對焦框就會小很多 然後這個差別在哪裡呢 為了示範方便,就是我換一個東西 我們來換一個 這個鑰匙圈 這個鑰匙圈 好,這個鑰匙圈呢 如果說今天我們為了構圖方便 稍微租一點點 我希望做到的是說 這個相機能不能只拍到它相機 鑰匙圈上面閃光燈的部分 那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我們稍微先構好圖 並且我們切換一下我們對焦框 因為要很精準的去對準鑰匙圈上面閃光燈的位置 於是呢 我把對焦區域彈性定點我改成s 好,接下來我就要把這個對焦準心移動到閃光燈上面 並且幫我換我們對焦 並且放大來看 你會發現閃光燈的地方最清楚 甚至這個鑰匙圈旁邊的位置 或是後面的鑰匙就整個模糊了 那如果說今天我改變主意了 我希望後面的鑰匙圈清楚 那我就要移動這個對焦準心 移動到我想要對的位置 並且瞄準是它後面扣環的位置 並且八安快門測量好 那我們放大照片來看 你就會發現是後面的扣環最清楚 甚至到前面的這些鑰匙的部分 以及其他的吊飾的部分都會是模糊的 這就是對焦準心大小大中小的差別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對焦準心 我們可以調整到大呢 你會發現這個大 這個框框非常大 如果說今天我框框 框住了鏡頭跟鑰匙 你會發現相機它不確定你是要對準前面的吊飾 還是後面的鑰匙 所以說通常這種大的對焦框 通常我都會比較建議說 如果說這個物體很大 你的框框只能剛好框住這個物體的前提下 你才去調整一個比較大的對焦準心 不然我個人是比較建議說 既然我們對焦要比較精準一點點的話 那我們會建議說 那彈性定點不如選在S 並且這個點你放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問題 更精準的去對準我們想要拍的區域 所以同樣的我在一樣把這個對焦準心對準相機吊飾的閃光燈 我們放大來看 你就會發現閃光燈上面這邊是最清楚的 甚至連上面的毛屑都看得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彈性定點大中小之間的差別 至於說第四最後一個 有個叫做擴充彈性定點 跟這彈性定點差別在哪裡呢 我們留到第二段影片來為大家介紹 謝謝